作者 赵俊峰 让这些小国出钱出力,面对俄罗斯这个大块头,美国更是千方百计,拉拢更多的盟友撞声势,对美国的小算盘,普京显示了高超的斗争技巧,对美国拉拢的这一帮小伙伴采取了不同态度,不知深浅的小国,往往马上遭到报复。 7月11日海外网,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,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安德列克里莫夫称,俄罗斯将驱逐两名希腊外交官,以回应今日11日希腊驱逐两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决定,事情的起因是希腊11日以不当行为影响了国家安全为由,要驱逐两名俄罗斯外交官,并禁止另外两名入境希腊。 对于希腊的行为,俄罗斯当日就做出反应可谓速度空前,这即反映了俄罗斯的性格,也反映了在普京眼里希腊这样的国家并不重要,克里莫夫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。 他补充强调,俄罗斯从未将希腊视为俄在欧洲的盟友和合作伙伴,一个欧洲的小国,本来不必去招惹俄罗斯,毕竟小国在大国之间,不选边站队,才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。 一旦倒向一方往往会积木另一方而遭到反制,实际上是得不偿失。 希腊跳出来向俄罗斯叫板与美国的拉拢不无关系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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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